好 他在前輩脫鬚的行徑 竟然要我尿在他身上 P&B 曹熙明 前後輩竟產生決裂 幹嘛 林博士 看到我不會叫 我經過你面前你不用叫我 我一聲Key的歌 你真的很難叫是不是 為什麼我要叫你Key的歌 我出道比你早 拜託 你不要以為你比我出道 早幾個月就這樣壓我 希望爆你料喔 你看 現在那個晚輩都這樣子 怎樣啦 這怎樣 演不下去了喔… 我們要相信相愛 相信相愛 不要吵架 沒錯 好不好 今天我們要聊的其實是 外景主持人 是很多人夢想中的職業 沒錯 覺得可以到處出去玩 到處旅遊 是的 像早期的黃金傳奇 誠誠哥跟王立琳姐 就是大家夢 就是心目當中的黃金拍檔 是的 到現在的號角響起 沙樂烈 莎莎 凱樂 永烈 也是大家喜歡的 黃金拍檔 現在的黃金拍檔 應該是吳宗憲跟林博生Key的吧 也是… 對不對 但是這個算是黃金搭檔喔 是的 但是也有那種 不合的 沒錯 你看 節目還不到一季就收起來的那種 也有 好險 因為演藝圈瞬息萬變 但新一代的主持人 又一直推陳初心 所以後輩和前輩的合作 可能在主持的過程中 就會發生一些摩擦 沒錯 這次其實要磨合之外 就是可能要有沒有緣分 今天我就提供一個管道 要讓後輩的新人們可以大聲的說出 對前輩們的內心話 真的嗎 可是前輩能不能發火 曹大哥 你今天不要發火啦 怎麼可能 為什麼不發火 你要講的有道理 你講的沒道理 醜八怪 你憑什麼講我 醜是怎麼講的 憧了… 激怒…請激怒… 激怒…請激怒… 這是幹嘛 幹嘛 為什麼要女僕啊 我跟你講 這個是我們設計的 那個精心妳的安排 對 知道您有 對 也只有我們本節目有 就是只要妳一生氣 我們就會派出這個扇子小公主 來幫妳找 我跟你講 妳剛剛講新人對我們沒禮貌 你想我們知道妳們的事 妳們知道我們的事嗎 我們明文來年出道 我們出過什麼歌主持過什麼節目 妳知道嗎 妳一點都不知道 為什麼要知道妳 妳跟誰在一起 妳們開什麼美甲院 做什麼衣服 開什麼…我們都知道 好 可以啦 退一下 退… 退一下 很激動耶 今天我不是激動 因為有時候很多人認為說 我們很愛罵她們 不是 你演藝圈本來就要有一個倫理 沒錯 不管怎麼樣 我在這個戲棚下 我也站了36年 請問妳站幾年 對 我比較覺得奇怪 我怎麼… 我憑什麼坐在前輩的位置 請問你出道了多久 我出道大概兩 三年左右 對 我到底 所以說我坐在前輩的位置 我真的很想看我那個後輩有多爛 真的 我不知道你憑什麼我坐在這裡 才兩 三 奇怪 才兩 三年現在可以坐在這邊 滿厲害的喔 沒有 其實因為她自己 之前是球員的時候 就已經算有知名度了 所以那個球員的這個生涯 也算在裡面 是嗎 對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很仰慕你 哈孝遠… 你沒有這樣 你少在那邊 你平常也不會這樣子 但她不會這樣 她才不會 對啊 請問一下杜師妹出道多久 我其實我也沒算過 但應該是 三幾年有 沒有啦 達哥 你三至六耶 我一直想說看著你 我覺得你她出道很久了 沒有 我也是比較年紀輕的 就出道了 之類的 也是十幾年嗎 十幾年有 但正確數字我真的還沒有算過 那跟後輩相處的 我就覺得我今天坐在這邊 我也很莫名其妙 因為我一向是和哀可親 而且我到現在人家叫姐 我都沒有… 妳不要錄了啦 人家叫妳坐在這裡 妳還說我們坐在這裡好奇怪 不是 真的 難道要真的是曹大哥 坐在後輩心嗎 對啊 不 我真的覺得曹大哥坐在這邊 我們應該整個要隊伍要拉過去 杜西梅她演得都學生戲 對啦 所以大家都演說她出來很晚 她因為她那個年輕一代的 都一直演戲 所以大家都覺得 其實她出來都二十三十年 真的很久了 是 也沒有到二 三十年那麼久 但我的意思是說 二十年有囉 有啦 麻辣先世到現在 有啦 有喔 因為我的年紀去算 差不多有十八十九了 我記得妳麻辣先世的時候 我那時候好像才國中還高中的時候 就在看她的電視 就在看了 我那時候也是就演高中生 有啦…大概有十八十九年 真的有耶 出道很早 好久 思梅姐好 不… 思梅姐好 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個人做事就印象很謙虛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有什麼後備要來跟我什麼 我真的 不懂那重點 今天三位坐在這邊都是有理由的 我們兩位接到了爆料姓函 來 可能 大人 我要藍叫聲淵 請念出裡面的爆料內容 藍叫聲淵來了 在此我們要藍叫聲淵 我們聽到了 不要一直重複 來 前輩脫序的行徑 既然要我尿在他身上 什麼鬼啊 要我尿在他身上 有嗎 他現在也是發生要 我怎麼可能 我尿在他 對啊 所以是叫後輩尿在自己的身上 對 誰那麼笨會做這種事情 你們這樣其實滿過分的 我頂多就是尿在後輩身上 對 尿也是這樣 以前在打球的時候 這是什麼節目 什麼樣尿在人家身上 可是這個是你們其中一位前輩 發生的事 那絕對不可能是我 好 我們來看看他是誰 好不好 這絕對不可能是我 投訴者是 Eason 陳奕迅 Eason 不是 黃穎軒 Eason 那就是曹大哥的搭檔囉 我沒有叫他尿…在我身上 曹大哥 你這個行為實在是 真的滿奇怪 滿吃虧的耶 曹大哥有想要反駁的嗎 絕對不會是我 我沒有干過這種事 好 那我們請這位控訴者 請出面控訴 有來嗎 真的有 真的有 真的嗎 有什麼 因為其實那一次 我們是去外景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穿上的是那種 15公斤重的潛水裝備 然後那個時候潛水衣 自己還沒有辦法穿完成 就是你還要請兩個教練 幫你完成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一路要錄三個小時 那三個小時當中就過程就是 完全沒有辦法上廁所 我就開始已經有點在憋尿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到 就是後段的時候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就問曹大哥說 曹大哥 那我現在可以去上廁所嗎 因為只要一上廁所 那個一穿一脫可能要20分鐘 然後就會耽誤到他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曹大哥就說 上什麼廁所 你就直接尿在那個 潛水裝備裡面就好了這樣子 我說可是這樣子不是不好嗎 因為我們那個潛水教練也都是 他們都是專業的 那個器材都是很貴的 然後他就說 有什麼關係 你就尿就好了 待會兒我們一起跳進那個游泳池 那個水稀釋以後 根本就不會有人發現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我真的會擔心會被罵這樣 他說你放心 然後我就真的信以為真 我就想說好 然後我就開始放鬆 然後我就想培養那個尿液 然後真的一滴兩滴 我就開始慢慢要出來了 這個時候他就起身說 找小俊 就是他的助理這樣 然後我才發現他很瘦的 他根本沒有尿在他潛水裝備裡面 然後他叫我做這種事情 就整個超脫序的 你這很壞耶 因為那個潛水衣算是公用 所以你看我真的 我的課程這麼高 我怎麼會幹這種 你跟我教人家做這種事 真的有這個事 在這一個部分我要挺醫生一下 為什麼 因為其實曹大哥真的出外景的時候 真的很多這種皮毛的事情 是會讓人家非常不開心的 你要舉例嗎 我舉例一個好了 就是我們在出外景的時候 因為大家也知道曹大哥 是一個很敬業的前輩 所以我們在這個錄影的過程中 他就是跟著我們右跑 跟著我們右跳 爬山幹嘛的 但是問題來了 他身上永遠都會有一個束腹 我的束帶忘記帶了 他有一個束帶 束腰了嗎 我們出去就是會有 四天三夜的時間 對 他那四天三夜的時間 他都不洗他的束腰 然後等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在錄影的時候 怎麼會怪怪你知道嗎 我的天啊 然後就整個就飄到 我們這個黑隊的上面來 拿給蝴蝶聞 蝴蝶你這樣吻我的束帶會 真的有個臭的 很沒有執念到的 老婆對不起 來 我跟你講 我誰誰攜帶的 我看還會製作人說我要不要帶 怎麼還是這一條 這一條已經三連了 你聞… 曹大哥 我很尊敬你 可是我會說實話喔 可以嗎 曹大哥 你這個是用了幾天 好久了 10萬的我聞喔 你聞一下 你用力吸 我懂 這不是臭味 這個就是衣服的味道 就是你常常穿的味道 真的沒有 不臭啊 這個…不臭 不錯耶 真的 我換了一條 那就代表說 沒有出外景的空間 沒有 曹大哥 你是不是也要爆料Eason的事 因為我有一次 我覺得我常常覺得Eason 就會有點恍神你知道嗎 我那天不曉得 沒有再進入狀況是不是 對 然後我就覺得他怎麼好像 他眼睛是很大 他好像一直在看你 但事實上我覺得 他根本沒有在看 我就覺得 他怎麼講話 好像老是跟我搭不上線 我那天不曉得 大概錄得有點累 大概也急躁 對 我就突然喝水喝到一半 我就… 噴他 噴 噴他臉上 他當下的表情好像 他好像想要罵我 那個髒話好像飆出來 對… 不是 那個我真的要講一下 當天的狀況 當天我們其實是第一次出外景 第一次出外景 我當然對他就是前輩這樣 就是彬彬有禮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一天 錄到那一段的時候 其實是要問那個就是 我們的來賓 他很感人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還要發表自己 很感性的言論這樣 我就想說我要弄得很煽情這樣子 很想哭這樣 很感動這樣 結果正當我醞釀情緒一來的時候 就曹大哥是整個那個 我上半身是被噴到全屍這樣子 然後我那個時候的確有爆出口 但是不是針對曹大哥 所以我突然被嚇到 我以為是什麼 就是發生什麼樣的狀況這樣 沒有喔 事情不是這樣子的喔 曹大哥你那時候打電話給我 你不是說這樣子的 不是為了打電話給你嗎 他有為了這件事情 我跟妳很少聯絡 怎麼會打電話給妳 我跟妳講 我一定要有證據的 我記得那時候 曹大哥是有真的打電話 跟我講說 Eason當時報的髒話是 看他的臉是真的生氣的 而不是說做效果的那種生氣 曹大哥你說吧 是真的 我說如果同樣我一杯水 我如果吐在KID的臉上 跟吐在Eason的臉上 那個反應絕對是不一樣 是滲水 謝謝前輩給我這個滲水 太誇張了 我的天啊 你冷靜 不可以這樣 好了… 你臉好死 這什麼節目啦 我在這邊要深深的跟他道歉 我那個時候真的不是針對他 曹大哥真的抱歉這樣 曹大哥接受Eason的道歉嗎 其實我對他很好 我要請他去吃過米奇火鍋 真的 不是米奇林 是米奇火鍋 拜託講米奇林好不好 好啦 不好意思 這個控訴就不成立了 不成立… 沒有 我還是接受他 因為我覺得他個性是比較怪 你看 誰的你才怪 像你看KID KID都可以原諒他 我為什麼不能原諒他 我有什麼事情不能原諒他嗎 他們兩個本來就不合 大家都知道 還有不合 這個就真的說得太嚴重了 都不合 根本都不合 沒有合過 沒有妝好不好 謝謝Eason 控訴失敗 好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位控訴者 大人 我一樣要攔轎聲曰 怎麼看 好 前輩道貌碼黯然 人前人後一個樣 這個意思是不是我就是你囉 對 人前人後一個樣 我覺得應該不會是我嘛 應該不會 因為我們這種打籃球的 個性非常直爽 有關林博生就知道了 沒錯 我覺得應該是你 人前人後一個樣 可是不是我人前 因為剛剛你這樣問你出道幾年 你就講了好久了 好煩了是不是 我真的沒算過 我真的沒算過 你看他你講話都很假 你看他沒辦法 這沒有關係 不一定喔 是不是你有使用曹大哥的訴邀喔 對 1000多塊的 真的是我嗎 所以兩位都不承認 應該不可能 我也覺得 要來公布囉 好啊 我覺得杜希妹比較可能 要來公布囉 控訴的人是 大愷 訴人的話你們需要聽嗎 大愷是誰 歡迎大愷 當然啦 訴我來教聲院啦 不要…屁股腦 屁股腦露起來 我跟你講 真的 我在後面等了半集喔 曹大哥 你們怎麼前面 有這麼多恩怨啊 真的啊 來… 不要再出關集是不是 不然剛剛彩排才很久 今天這起來滿好賺的其實 沒有 我真的要說一下 來…請到這個台上來說 等一下 可是在你說之前 我有話要說 怎麼了 我覺得你們把大愷 放在這個後背真的是不對 怎麼說 他其實出道已經非常非常久了 杜四妹被爆雙面人 當場顯露正面目 他通常在外面就是一個 很可愛的樣子 很正面 對 結果呢 我跟你講私底下就是仗士欺人 我只要一上車我跟他說 師妹姐妹 我們可以委一下 好嗎 你怎麼搞啊 我要睡覺 就開始睡了 開錄之後這前輩更厲害了 他把你… 這樣子的事情屢見不顯出來 蘋果 我就是一大點 蘋果 我真的出道時間還不算長 我是做幕後花了比較多時間 對 我其實真正做目前的時間 大概五年而已 所以進這個圈子總夠幾年 包括幕後 幕後我17歲就在電視台打工 現在 現在 35 我現在剛剛好35 之前聽到的時候我就 真的假的 有點嚇到 我還叫聲音大凱哥這樣 沒有…Key哥…不要這樣 你們幹什麼啊 大人來訴我來叫聲音 好 請控訴 我要講這個事件 我相信他自己心裡有訴 就是有一次我跟師妹去 因為他的外型 然後再加上他拍學生劇 所以大家都會對他有一個 熱情活潑有活力 然後他通常在外面都是一個 很可愛的樣子 很正面 對 結果我跟你講私底下 就是仗勢欺人 很可怕 有一次我們去介紹一間麻辣鍋 然後那是我朋友開的店 但是因為我也不知道 裡面內容有什麼 所以我就提早了大概40分鐘 先去聽那個主廚跟我講 裡面有什麼食材等等 結果我跟你講 剛剛好主廚漏獎了一個東西 然後師妹來了 我們就開始介紹了 介紹完了差不多了 我就說這個鍋底很厲害 有人參 有什麼枸杞 然後還有什麼花椒 辣油等等的 然後杜師妹就問我說 我剛剛吃了 我感覺有麻椒 那個主廚就說我們裡面有麻椒 然後一補充完之後 杜師妹就開始拿這件事狂墊我 狂墊一擠 然後他是這樣子 你不會對不對 他就要咄咄逼人 把你弄到死 但是你假如會 比如說那天要介紹一個綿羊豬 它很特別是一個豬 然後背脊上面有長綿羊的毛 對 很特別長得很可愛 然後那一天這個東西他不懂 他就從頭到尾這樣 是…虛心受教 然後忍不防的再說 你看 你連麻椒都不懂 就這樣一整集 弄到死 仗屍欺人的前輩 這樣算通過嗎 我自己想問一下 這個有什麼好控訴的 對不對 你都就是一個麻椒 回去為什麼讀點書比較重要 你還是回去坐幕後 噴他… 噴他… 噴他 天降甘霖 對18歲不歲完全沒有貢獻 對啊 沒有錯 而且我跟大家講 一個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他根本就是一個 不好好做功課的藝人 妳要不要說一下 對不起 收回這句話 我太生氣了 就是麻椒 花椒 他居然分不清楚 麻辣鍋裡面你吃起來 你就知道那就是麻椒 他居然不懂 但是我剛剛聽起來 旁觀者會覺得那好像只是 節目上的效果 真的不是 真的 重點他會營造一個 在節目上的效果 可是實底下他就會這樣 麻椒 麻椒你都不懂 回家吧你 他就是會講這種話 但是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是杜詩梅前輩的時間 要控訴你 來 反控訴 我跟你講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你看他那個腦袋 你知道方頭大腦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的腦袋裡面 到底有沒有大腦這個東西 你知道嗎 每一次我們合作 比如說大家前面一定會有 回合 一定會有資料 其實讀一遍看一下 用心一功課就做好了對不對 然後他每一次讀完之後他就 師妹姐妹等一下就麻煩你了 搭檔講這句話真的 好好講 後輩講 各位前輩 大家在現場對不對 我們通常拿到腳本 我們自己熟讀完之後 是不是都希望可以跟對手 稍微Re一下 不過分吧 我只要一上車我跟他說 師妹姐妹 我們可以Re一下稿嗎 就開始睡了 就不理我了 然後到了現場他就要把我所有 我看過劇本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消化完 他說來 跟我把重點講一講吧 然後我就從頭到尾跟他祥述一次 然後開錄之後 這前輩更厲害了 他把你所有融會貫通的東西 消化完的東西 然後變成裡面東西講 然後我跟你講你在錄影5 4 3 2的時候 你就呆若目擊 你就整個跟傻瓜一樣 而且這樣子的事情屢見不顯 從沒有聽過 這種事情 讓他給他打的事 有了… 請 行怒… 行怒… 行怒 不用行 幫肚子… 不用… 其實不是… 不是星平哥 是我 他們出來的點有點怪怪的 所以跑進去 其實事情的經過是這樣子 你看 他就是要這樣子 不是 我剛剛已經被消下來了 我其實… 我話可以好好說的 對 其實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他講的狀況 不能說屢見不鮮 而是我覺得要讓你知道 要讓有些人這種不專心 不用功的後輩 要痛定死痛 至少要一次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給他一個下馬威 我們就最後跟前輩道歉 就這樣就要道歉 當然啊 這個腰彎的 好不甘心喔 前輩對不起 我錯了 請你接受我的道歉 沒關係 起來吧 那個頭髮會累死的 髮粉記得要撒均勻啦 去補一下… 這樣子都會發現 謝謝大愷 謝謝… 接下來繼續控訴 如果第三組沒什麼精采 我們就來唱歌結束了 不是 曹大哥 就是曹大哥 後面那個不出來也不出來 曹大哥 你不能這樣控制流程 我們唱歌結束也OK啦 來囉 大人我一樣要攔叫聲淵 前輩太骯髒 流汗放屁都往我身上弄 很明顯就是哈孝遠 好難喔 為什麼你要這樣 哈孝遠 沒有吧 應該沒有這種事情 真的 要看是誰啦 我看一下就知道 如果是男生的話會 女生應該不會 不可能 你的搭檔就很簡單 你就那兩個節目 對啊 然後阿諾 然後 對 說還好 沒有其他人呢 應該沒有別人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控訴者是誰 歡迎控訴者 請出場 郭婉儀 郭婉儀 你搭檔一點 完全忘記我的存在嗎 來 辣妹出場 你怎麼這麼黑啊 才不會跟你出外景 請控訴 因為我們女生出外景 就是曬太陽 已經希望自己漂漂亮亮 然後結果她只要站在她旁邊 然後她就會把全身的汗 往妳身上抹 又是性騷擾 哈孝遠爆料板機 女神鏡登場崩壞 她一整天錄影 從早上6點到凌晨1點 超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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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也是要跟觀眾朋友道歉 謝謝前輩這麼照顧我 我也厚得這麼難 對不起 有聲音… 這樣我就算了啦 KID 帽子你遮起來幹嘛 沒有 因為我們想說 如果有機會可以送給觀眾朋友 我沒有要舉辦這個活 好 請教授 我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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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她的時間對不對 妳先講 OK 你汗要抹在身上 她不是就這樣狗你嗎 對 所以你這樣不就是 一直在弄到我這邊對不對 她用手的 一碰你 這樣叫姓騷擾你 對啊 妳不要講話… 好 沒關係 等一下… 而且因為她 好精采喔 她是那種 對 胖的人很容易流汗 所以她大概兩秒就會要換 就是汗就會流到那個地板都濕 然後她就很濕 然後就一直往你身上弄 很不舒服 人家那個護腰 閉嘴 不是 控制一下… 哈孝遠 這樣就… 這樣就幹嘛 這樣就幹嘛 就關他嗎 關起居 而且小哈哥不只 就是把汗到我身上 他還會在我臉上放屁 因為他會開路前 然後就會說 瓜哥 你看一下 我後面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說 怎麼都想要幫他拍 因為前輩嘛 然後只有一拍 然後他就在我臉上放水屁 放水屁 超大聲 很瘦 而且他會放完然後就開路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講話 我就只 好 大家好…這樣 她腳沒控制好的話 搞不好還噴了一些 真的很髒 這不是對女朋友才會做的事嗎 這其實有點情愫在哪裡 真的 好奇在意圖 還沒想完 對 還沒講完… 想過什麼壓爆的 那他在想完 差不多就是兩個 因為又這樣又臭的 這種搭檔真的是 跟他在一起很痛 你有想要跟他繼續主持嗎 因為其實 你說跟你嗎 對… 他說我都會在他臉上放屁 對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很煩 因為他每次都會 比如說因為我很大一個 所以我站著 通常太陽這樣一曬 我後面會有一片很大的 對 可以乘涼 對不對 他每次都躲在我的陰影之下 對 我已經無數次跟他講說 不要一直活在我的陰影之下 是 他就蹲在那邊 蹲在我的陰影下面 然後很舒服的乘涼 是 我看了幾次我也會賭男 你知道嗎 所以有什麼好賭男 對啊 不要想話 關於 然後所以我就 因為我真的會生氣 因為我又很熱 太陽又大 我會看他很爽的蹲在那邊 有一次Eason也是 對 他跟Eason兩個人同時蹲在我旁邊 不是 我比較好奇 是可以容納幾個人 總共差不多六個 總共四個人 總共四個人 如果加你的話大概兩個 所以那一次我真的很不開心 我就直接 我就說 姑娘 你拉一下我的手指 他一拉我手指 我就直接屁 就直接放他臉上 臭啦 那一次我要承認是水癖 真的 還有咕嚕咕那個聲音你知道嗎 咕嚕咕嚕 咕嚕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說到骯髒的話 他真的才是什麼 反爆 真的 他身為一個女神 他的粉絲專業 好歹也有70萬粉絲 對不對 他是女神 厲害 然後他一整天錄影 從早上6點到凌晨1點 他穿一雙過季的爛球鞋 不穿襪子 為什麼要抛肌 你知道那個腳有多臭嗎 因為我們剛好錄了一整天 到最後我們的一個懲罰是 走那個健康步道 我們那一次是 要從椅子上跳下來 跳在健康步道上面 他鞋子一脫 我站在他旁邊 我是他隊友 我就已經動不動了你知道 那個味道基本上是 加上一點 加上一點雞鹽魚 加上臭豆腐 而且這個加臭豆腐 是士林夜市那一家 特別臭的那一家 混合起來的味道 超越你的水癖 直接就是那個匪魚罐頭 對 飛魚罐頭 他那個一跳你知道 因為他一跳 然後那個攝影師要追蹤 要追蹤他的腳 我們就看那個攝影師這樣 追蹤 然後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再一次… 然後製作人就說 那個攝影大哥再一次好不好 好 那我們再一次 追蹤 追蹤 又起來 就這樣回去弄了三四次 然後那個大哥到底怎麼了 不是啦 很痠的 他打得很痠的 很痠的 我就忘記穿而已 一次而已 對不對 是不是應該鞠躬道歉 他臉是不高興的 我很臭 你也很臭 我們不相上下吧 那你在鞠躬之前 先把頭髮往後撥好 你們兩個小男口在吵架 對 沒有 當你要跟他鞠躬道歉的時候 我覺得 對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因為你懂 對 就是這樣 你不要問為什麼 因為你腳臭 你又是一個女神 你當然要跟觀眾道歉 前輩說什麼就是什麼 然後頭髮還要先撥到後面 當然頭髮要先往後撥 對… 還有蝴蝶啊 好 來 道歉時間 幾號機… 一號機好不好 一號機 小哈哥 謝謝前輩這麼照顧我 我以後都會穿襪子 對不起 很有誠意… 有誠意 對… 這樣我就算了啦好不好 原諒了吧 OK的 我們都原諒他了 對 這樣子我就算了 但我沒有辦法原諒KID 你這什麼行為 對啊 你抱枕 你抱枕遮起來幹嘛 沒有 因為我們想說 如果有機會可以送給觀眾朋友 我沒有要舉辦這個活動 我沒有 沒有 可以啊 看我們18歲不就送他們 出題目送他們 對 可是這個報紙很會 今天來賓有哪一位來賓說 腳最臭 答對了我們就送給他對不對 送個 我腳臭了 對啊… OK… 也不錯 也不錯 OK 題目就剛剛曹大哥出的那樣 沒有…我們的標題就寫說 今天我們談到誰的腳最臭 然後你就 猜對的人就送你一個 因為漢堡裡面有起司 剛剛跟他腳的味道一樣 而且重點是我們請郭婉筠 抱著這個漢堡 這樣更有意義了 謝謝郭婉筠 謝謝 真的 其實沒有啦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好同事 第二part 會不會 事後輩不長眼 來問一下就是前輩跟晚輩 其實當初要合作之前 已經有認識對方了嗎 知道說要跟對方合作 你們心情是什麼 曹大哥 你知道要跟Eason合作 你的一開始心情是什麼 他的意思是你說 天啊 我已經是精神病患 怎麼又來一個精神病 你才神經病耶 沒有 你之前認識Eason嗎 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 你是不是位子做了功課 其實我們有在那個 其他節目遇過兩 三次 只是他真的是忘記我 因為他很小拍 我以後別看他演員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像很多藝男跟我打招 我走過去 我也走過去 我根本也不會特別那個 因為他也不是一個很熱情的人 他也不是很 你看 蝴蝶妳覺得 蝴蝶妳覺得 妳可以跟他聊多久的話嗎 其實 如果以妳的感覺 妳覺得可能是妳的朋友嗎 我會就是以 不是 妳講實話 蝴蝶妳不要講場面話 妳覺得他可能是妳的朋友嗎 我 妳講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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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人講 我保護妳 蝴蝶妳幫我說句話 我是不是好消除的人 因為蝴蝶不會說謊 對不對 我跟他表情 我必須要保護蝴蝶是 妳可以跟他聊三個鐘頭嗎 我不能讓他回答這個問題 原因是因為 你說你跟Eason 沒有… 因為他常常下班之後 我們就變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 因為下班以後 咻…的 我就很快就回家 妳又不是這個節目 妳們兩個節目都這樣是不是 哪有 因為最常大老師錄完 都說蝴蝶他說 他現在就走了 我跟你講 每次錄完 18歲不是在最後一場 我才剛走進話都是 李博生 Bye Bye 顧愛玉爆料錄影內幕 阿修緣當場抱歉啦 他很愛開黃腔 然後很喜歡說髒話 他說髒話說到就是很難剪 然後製作人就會在旁邊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講 而且他脾氣就滿不好 因為只要天氣熱 或是太餓 然後他就會變很暴躁 會罵工作人員 好厲害 好厲害 18歲 這錄完18歲不是在最後一場 我才剛走進話都是 李博生 Bye Bye 好可怕 這麼想回家 他好像害死你們之後 對 因為他其實很累 因為他有時候就是比較早睡 他趕到現在已經算晚睡了 我早睡人 所以我會旋風式的離開 是 好 那Eason你覺得曹大哥 就是一開始在合作的時候 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他會平常在錄影的時候 他會考你說 譬如說他昨天晚上幾點的時候 發了什麼Facebook 然後如果你那一篇 沒有追蹤到的話你完蛋 你會被他劈到 就是好像體無完膚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時候為了 就是其實我那個時候 不是應該我們要準備的是 我們的來賓的功課嗎 要研究其他藝人這樣 其實我都沒有 我主要是在研究曹大哥 我把他這一年 今年度的Facebook 每一篇都看過去這樣子 我問你喔 凱樂 如果曹大哥半夜在發FB 你要不要留言 如果你剛好看到 你要不要留言 凱樂一定要留言 他是早睡人耶 他都睡了 答案是不要留言 為什麼 因為你一留言他知道你沒睡 電話就響了 立刻 KID 幹嘛 這麼晚還沒睡啊 我看凌晨4點半 曹大哥 曹大哥你不睡覺的嗎 不是 因為他6點要去機場嘛 對 你怕他睡過頭 他4點半他留個話 我是不是說 你等一下6點要去機場 我就打給你 你等一下要記得什麼 東西要帶好什麼 沒有什麼不好 是為你好耶 對啊 我差不多就是一個小時可以睡 你反正之後你當時怎麼不講呢 以後不會打給你 小八哥打給你幹嘛 曹大哥 說真的語言很多時候是我打給你的 好嗎 對不對 他們我打給你比較多 對不對 可是我打給你是打似那電話 比較貴 哪有 我用家庭這種電話 打給你更貴 我打 好幼稚喔 現在在想Eason 你差什麼準 來… 是KID… 大廳… 一個顧一個… 大廳顧KID 一個…他好嗎 謝謝 謝謝 退… 現在想Eason 想Eason 好啦 就是感覺出來他們兩個還OK 對啦 沒什麼事 沒有 我比較關心他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關心我 亂講 我超關心你的 沒有啦 Eason 你要常去溫馨 對啊 講一講之後你們要走溫馨拍了嗎 沒有…我是說我比較關心他 但是他對我沒有那麼熱絡 好像是這樣 對 然後後來他 他沒有熱絡以後我也就遠離了 因為他都是做一些鬼東西 然後我都做什麼 什麼鬼屋 你做什麼鬼東西 鬼屋 去哪裡什麼找鬼 然後我就覺得 不要靠近 你這麼小 但是我這次要幫 他太嚇了 沒有 我跟妳講 但是我要幫Eason說一些話 好 對啊 維銘哥之後 接班人 鬼王有要反駁他 什麼事啊 下一組 杜思梅 當初認識大愷嘛 在合作之前 不要拖太久 因為曹大哥想唱歌 OK 但是我們還是要錄完 那個時間點才能Cue歌對不對 好的 當初認識那個大愷的時候 其實我剛一直認識他的時候 我超討厭他 因為我覺得 你看到他就覺得他很油 他其實是我一個很好朋友的 學長兼室友 然後我認識他的時候 是第一次去他們家 正好打麻將的時候 然後看到我整個就 師妹姐 小冠姐 小冠姐好 小冠姐要不要喝茶 小冠姐什麼 我就覺得太多 這個真的很油耶 你有需要醬嗎 就一下就好 然後我們在打麻將 他沒有上桌 可是他在旁邊幹嘛 他就把他的鍵盤這樣推出來 然後在旁邊開始彈琴 我們打麻將 其實我們打得很小 我們為的就是大家聊聊天 聯絡感情這種 結果他不是在旁邊一直彈 然後彈之外 打麻將在旁邊彈琴 他 滿浪漫的 曹大哥 他沒有上桌打 他在旁邊彈 好煩 然後彈完之後還開始唱歌 然後大半夜的還唱破音 然後自己唱破音 不好意思 今天嗓子還好 他就一直想要表現給我看 你知道 所以我們這樣聽下來覺得 他們這一隊算是有 太吵鬧 可是其實真正感情是好 很愛對方 他們兩個有沒有堅情 對 我覺得有 好不好 好 下一組 更曖昧的一組 對啊 你看他真的那麼近 真的沒有 哈哥怎麼樣 在一開始還沒合作之前 聽到說要跟顧婉筠合作 你的心情 開心 非常雀躍 因為你剛好失戀嘛 對啊 然後顧婉筠真的算是非常漂亮 女神級的 他很上向 我只能說他很上向 在電視機前面真的很漂亮 不是 你這樣講說他本人不整 對 你這樣聽得出來算你滿聰明的 但是 大家都聽得出來 太明顯了 對 覺得他很漂亮 然後感覺在電視機前面 表現的一些反應都很聰明 結果想不到 真的遇到了以後我發現 他到底是聰明還是笨 還是白目 因為有一次我們就是第一次錄影 錄完以後 然後大家就去吃飯 就吃那種桌菜兩桌 結果我們藝人還有經紀人一桌 攝影師還有一些工作人員 製作人做另外一桌 然後大家都很餓吃… 這時候我們就跟那個 我們就跟那個服務人員說 可不可以再給我們一鍋飯 好 服務人員過一下 拿了一鍋飯來 然後他就說不好意思 他跟我們兩桌講說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我們飯來不及煮 所以現在剩下一鍋 另外一鍋其實很快 十分鐘就煮好了 這一鍋先要給哪一桌 他就在那邊籌籌不前 不知道該給誰 這個時候 顧完以後一聽到就說 沒關係…那沒關係 我們就覺得 我就想說這個孩子很棒 很懂事 他一定是要講沒關係 你趕快先給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辛苦 是 他一講了沒關係之後 製作人聽到 製作人馬上也反過來講說 沒關係…你先給他們… 就有一種在搶買單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你先給他們 結果顧完以後沒關係 完了下句子 沒關係… 顧完以後沒關係 完了下句子 沒關係…你趕快先拿來 我快餓死了 趕快拿過來 我就覺得 沒有就好 他怎麼會這麼… 這有一點不懂那個職業的 對 可是我覺得 那一天餓過頭 但是女生OK 我覺得 女生可能男生看起來會可愛 就覺得說你也是 整天在那邊搶便當 我沒有搶 我只是動作比較困 不然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那一天餓過頭 而且就是沒想這麼多 想說 閒吃 因為不只我吃前輩也可以吃 沒有…不需要這樣子 對啊 你餓了 我知道 你第一次看到哈哥的 小哈哥在我們搭檔之前 我沒有跟他合作過 然後所以以前都從電視上看到他 就覺得好像很會打球 然後很開朗很好笑的一個人 然後結果認識他 之後發現他真的 是還好 他很愛開黃腔 然後很喜歡說髒話 他說髒話說到就是很難剪 然後製作人就會在旁邊說 可不可以不要再講了 就我們這樣真的很難跳檢什麼的 他會唸一長串那種 而且他脾氣就滿不好 就只要天氣熱啊 或是太餓 然後他就會變很暴躁 會罵工作人員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罵工作人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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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工作人員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剛剛又放屁 他就好像喜歡這樣爆出來 爆出來然後很難剪是不是 沒有…亂講 罵工作人員是我們想要詳細的聽說 他大概罵了什麼 什麼 沒有 我沒有罵工作人員 我反而還幫工作人員出頭 可能啦 你知道我罵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時候 我們籃球隊 我們籃球員 就是比較大啦啦 就像我們遇到林博生 對不對 我們看到林博生 其實這是一種打招呼的方式 我懂愛吃生殖機械 我看到林博生就這樣 其實這是一個很 算是一個語助詞 但是你講 我怎麼幫那個 我怎麼幫工作人員出頭 你講 我們沒有要聽這個耶 沒有…你講 你現在講 他罵什麼 你講我怎麼幫工作人員 很想要有形象 聽他罵什麼 我們想聽這個 我幫工作人員出頭 那時候只有我一個 你講 就是我們去入外景 然後因為那個 我們騎腳踏車道 然後我們就站旁邊一區 然後那時候是另外一個 那個民眾他就奇怪 然後他就撞倒我們的工作人員 他有點不小心 他沒有故意 但是他有一點覺得我們很愛事 他就這樣過來撞他 然後工作人員就倒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吵起來 然後小阿哥就說 現在要怎樣 現在要打架 不是你說要打架 不是我 你不會講 就是我們那個工作人員 我們那個工作人員是一個 你比較想聽的是 罵工作人員 你話都不會講醜八怪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工作人員是一個女生 然後那時候騎車的那個男 是一個男生 他有一點故意想要耍帥 因為覺得我們愛事 他又叮… 然後做一個那種甩尾的動作 想說他可以撇過去 結果 就把我們那個工作人員 女生撞倒了 撞倒以後起來 他也不說對不起 態度也不是很好 又在那邊 就是還在那邊一直說 你們怎麼搞的在這邊 擋路 對啊 擋路 這邊夾車道很兇 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走過去說 這邊是夾車道沒錯 但是我們是行人 你這樣撞到我們 你撞到一個女生 你也不道歉也不什麼 我就等於說有跟那個人 有一點吵起來了 對 然後這個時候 當我在幫工作人員出頭的時候 郭彥均跟姑婉宇 只會在旁邊講說 好兇喔 你看他們這種人 好啦 小安老師給他點音樂吧 他等一下自然而然會唱 老師音樂 結果是大…就是大凱在唱 好可愛喔 謝謝 中間插畫 雖然我們是合作的Partner 我們演的 早上這好老套 這老秀場的表演 這個表演就是 現在沒人這樣做 對… 曾經是非常紅的藝人 是的 是我們的OCE 是的 怎麼有點像告別式啊 現在 依然站在這裡 表演的巨星 我們很歡迎 我中間現在講說 雖然我們是Partner 我們會吵架 我們鬥嘴 但是我們還是好朋友 我們就帶來這一首 好朋友 我們都是好朋友 讓我們牌牌牽手 美好時光握手 有著幻想在心中 換了電話 一刻不停留 時光匆匆 哎呀呀呀呀呀 要把握 好朋友 不是啦 你要那個先坐 老師在先坐的時候 你就說我是凱樂 我是Kid 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18歲 你怎麼 不是 不是 你不能讓音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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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打人 喜怒… 請喜怒… 請喜怒… 好 我們18歲 下次見 請喜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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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值得 他現在白鳴在跟他搭衫 找話題 真的 就是… 我們…